在高温烧烤下 肉串被逼出油脂与香气 但仔细看 这家烧烤店不用烤肉酱 只刷上油和撒干香料 不同于台式烤肉 走的是中国正宗烧烤风味 我们大陆的烧烤主要是 以自然口味为主 会用一些香料去腌制 然后最后再撒上自然粉 这个是烤鸡脚 我们都会先卤 然后再烤 比较不会去生烤 因为卤过以后鸡脚会比较软嫩 然后它会更入味 来自湖北武汉的徐亚林 过去从事的是美容业 因为和合伙人理念不合 黯然退出 得重新站起 经过市场考察 选择最爱吃的家乡味创业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危机入市 却意外满足了不少 同乡姐妹的思乡琴 三不五时就来捧场 它的质量放的其实是蛮重的 然后肉也是很大块 就不会像其他的烤串 它那个肉都是小块小块的 它这都是很大串 反正以我这种小饺味 我觉得我吃个三四串 四五串就差不多七八分饱了 像这个我就要真心给你推荐一下 因为它很软 我们之前吃到的鸡脚也有类似的 可是它就是很硬 很难咬 这个几乎是入口即化 特别好吃 为了做出一番成绩 他每天清晨到菜市场里挑食材 回来要洗药串 下午就得开始准备生意 接着营业到凌晨 生活作息和过去打扮美美的美容业 相差十万八千里 虽然很累 但他告诉自己 只要努力过就不会后悔 我一旦选择了我就是一定要坚持把它做好 然后我是不太希望自己就是随随便便做一个行业 然后再去不好然后就不做了 我觉得我至少要试到我 我投入百分之百的努力试试看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 就是如果做不起来就算了 然后但是我如果 我如果付出我全部去投入 然后有做起来的话 那个是就是我觉得我努力到了 徐雅玲还说湖北人吃烧烤 什么都能烤 韭菜一根根串成串 马铃薯切成片也来串 深夜美食不只让滔客解了馋 更要让大家透过舌尖 感受他对一切的用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臣